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小的两个代表自己的孩子 彩带 云雾和翅膀代表祥和 希望能给自己和家人再去好运 至于足球和篮球运动员 纹身的就更多了 像古脚之中纹身最著名可能就是张林鹏了 因为七球风飙悍 甚至有日本球迷还称呼张林鹏为黑社会 对于国脚纹身也是人者兼人质子兼质 像张林鹏的大师哥半智义就曾在采访时公开批评张林鹏 他已经在场上体现了他的气质 但我唯独对他不满意的 你也转告给他 最好把手臂上那些东西都去掉 因为他是一名体现正能量的球员只得一提的故事有两个 第一是今年幽妖角国家队集结 主教练甲秀全球明确表示 禁制球员纹身染发 谁想进幽妖角国家队 就必须把纹身洗掉 把头发染回来 对于青年队而言 这也是一种严明纪律的体现 还有就是灵丹了 退役后 打中发现灵丹纹身了 有的不明真相的人就开始喷灵丹 不符合军人的规矩 实际当时他已经退伍 其实 国家队并没有说运动员不能纹身 进去21世纪以来 像我国的灵丹 张契科 于赫心等运动员 都有进行纹身 国家队在这方面 并没有强制性规定在救市 就算灵丹 没有退役 也不违反军人规定 这两年放宽了当兵的要求 在附和规定的基础上 小贩 美美纹身是允许的 王世鹏 有一处纹身 在背后纹了一双翅膀 象征着重新出发 重新飞翔的意思 2011年年商榷镇亚锦赛 虽然 身上 有三处纹身 前胸印有一颗 带有超人标志的五角星 在他的背后则是一匹 带有翅膀的骏马 树腕上也有自己父母的名字 还有他最喜爱的星星 一天 人 它